作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分手了 分手了 作詞 李宗盛 想不到這三個字 可以有這麼大的傷害 就好像一把刀 狠狠地出入我心裡 那一刻 我完全接受不到 為什麼我們好好的 突然之間要分開 之前說多愛我多愛我 原來都是假的 是不是我做得不夠好 我改啊 我有什麼比不上他 為什麼你要選他不選我 是不是我不夠高 是不是我不夠瘦 是不是我不夠體貼 肯定是他亂說我的壞話 搞到你相信他 我一定不會放我他的 為什麼你不肯聽我的電話 為什麼你不肯回我留言 為什麼你不肯見我 只要我摘穿他的面具 我們就可以在一起 我改啊 總之你又和我一起 我做的都可以 失業的過程其實是一個 從你跌低到你 在過程中 可能還沒重新的時候 到你重新的時候 是必定的階段 在第一段的傷痛階段 其實有些否認 或者是不要接受 要分開那個事實 那個情緒很波動 很徬徨 可能要求回 或者可能俗稱 很酷暴的階段 在這個時候才會做的 為什麼你不相信我 你究竟怎樣才肯聽我說 他不是好人來的 我們以前很幸福的 一定是我不知道做錯了些什麼 你才會離開我 我忍夠了 我不教訓他 雖然我就不是男人 為什麼 為什麼你不要我 為什麼我一個 我可以怎樣 你認識他多久 竟然為了他出手打我 為什麼你這樣對我 你一定會後悔的 將來不要哭著我回來找我 你不肯陪我走下去 我一個人有什麼意思 我們兩年了 為什麼你可以說變就變 或者 我是否在這個世界上 都不再重要 你猜我沒了你不行嗎 大把女生等著我 去到後期的時候 開始感覺到自己感受 那時候 那個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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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的病人會很大 是否自己做得不夠呢 如果第三次出現的時候 可能會出現妒忌 或者是放下 可能不停找他 甚至用任何方法 總之他肯和他一起就夠了 可能他會去做一些傷害去行為 或者是自剷行為 也會有 嚴重的可能是一些抑鬱 有些自殺的念頭 這些情況都會出現 你怎麼樣 好痛啊 如果失戀不傷心 這樣拍拖也不是很甜蜜 你以為我沒了你不行嗎 我又不是一樣那麼好 為什麼你對失戀還投入過拍拖呢 我哪有 如果你沒有 就應該學會慢慢放下 繼續向前走 愛的關係 愛的關係 其實是 要有passion 有intimacy 還有我們要有commitment 整個社會 很多事情都做熟了 中學階段還是同學 就是很提供 很強烈的passion 但是 commitment 就是承諾方面 其實又做不到那麼強 以前 我為它苦了這麼多 原來 到最後 是可以什麼都沒有了 真的什麼都沒有了嗎 他都不要我了 我還可以有什麼 拍拖的時候 大家都付出過感情 大家都開心過 這些都是真的發生過的事 是你們曾經擁有過的幸福 枉我對他一條心 他竟然背叛我 他一直都很忠誠 我沒有聽錯嗎 他和我第二個在一起 還說對我忠誠 如果他不再喜歡你 還扮得很愛你 甚至跟你結婚生子 這樣才是欺騙感情 合同分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分手的過程被帶了很多傷痛 很多很多不捨得 當中很多很多被憤怒 其實那裡是一團東西 一團租 應該是 所有事情都不是絕望 但是有時候人 就是去到某些階段的時候 會想事情的時候 就只有一年到 就是又專門在外國之路 所以這些成分要小心 或者我現在跳下去 他才會記住我 你已經被人拋棄了 所以才更加不可以放棄自己 我真的沒有用 連自己的男朋友 都留不住 分手 是因為大家出現了問題 不可以再一起走下去 雙方都有責任 不需要過分自責 但是 我沒有了他 我走不下去了 你惡膏頭望著 現在沒有了他 天空一樣是這麼難 世界一樣是這麼大 我不會原諒他們的 你嘗試去拿前面的手眼 撿到又怎樣 如果你剛才不放手 可不可以拿到這麼漂亮的手眼 這隻手沙當然不行 同樣道理 你不會放下這一段感情 又如何去迎接新一段感情 他心情可能平伏了 有正面和板面 例如有些個案 在埋頭虎槓 不見任何人 慢慢操作一些東西平伏了 但平伏了是否代表處理了 其實是兩回事 上一次是和旁邊的人分享 和身邊的朋友 同學 老師 或者學校社工 或者家人 可以的話 就和他們聊聊過程 但是 我還有沒有人愛 真的? 就算是真的 難道 你就不會愛自己嗎? 就算我放得低 我也要他後悔一輩子 喜歡一個人 不是想他幸福快樂嗎? 但他已經不想愛我了 如果你還喜歡他 難道就不能大方一點 祝福他找到幸福嗎? 對 失業的過程其實是一個需要自己走過 而走起床 不要晚上半夜三更去抱 因為那些地方可能有很多人有複雜的東西 很多時候可能會做一些很瘋狂的事 包括一些濫藥的情況 不要不停地找男朋友或女朋友的資料 不要不停地看自己之前的照片 那些東西 而那時候很多時候的感覺就會轉眼角 做運動 身體會分泌多巴胺 過程會令你開心很多 只有自己寫下自己的感心情 你會畫一個筋形 或是畫一個東西出來 代表那一刻你有一句教授 都是一個方法 給自己理解自己的狀態是如何的 如果你在不同的階段裡去學習的話 其實不同的你個人的性格成熟 看東西 甚至在另一次下一次的關係裡 其實你會學了很多很多東西 給了很大的成長 失戀並不是世界末日 傷心過後 跌倒過後 就要懂得重新振作 為了愛我們的人 為了下一段感情 我們是不是應該更加要學會 愛惜自己呢? 愛想家 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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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